東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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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勵 東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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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太后 太后 李练英 你找什么鬼啊 有话起来说 出了什么事了 挪他罪该万死 挪他不知道天高地厚 挪他替太后 给乔治庸答应了一点恩赏 你起来 什么恩赏啊 把你吓成这样 谢太后 太后啊 其实也不是什么恩赏 奴才是看太后 跟皇上一路西行 定银子实在不一样 眼下的洋人又在北京折腾 各省的官邻 又无法借送过来 皇上和太后用的也不大方便 奴才呢 就答应了乔家 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 潘维贤 让他们帮朝廷 从各省会对观银 给太后和皇上用 眼下连堂堂的山西巡抚 欲贤欲大人都给我弄不来银子花 那乔治康的大德通票号 要是能给咱们弄来银子 那你这主意不错呀 是不是有什么人说你不该答应 乔治庸 让他们帮朝廷 会对观银了 太后啊 外边就有那么一帮人 他们说 当年老佛爷有旨 禁旨票号 涉足观银 就是到了这会儿 太后也绝不会解这个禁 他们还说奴才假传太后一旨 还要上折子起奏太后 杀奴才头呢 这些人是谁呀 也不瞧瞧眼下 我跟皇上都闹得什么份上 大清国又闹得什么份上 他们不让我开这个禁哪 我还非开不可了 对了 我要是答应他们开这个禁 那乔治庸以后 就不会为了让我还这些银子 上北京跪着去了吧 这个 对了 你出去呀 跟他们乔家人说 以后要是不闹着 让我还他们银子 我就给他们开了这个禁 不光开禁 我还要再给他们一个恩赏 太后 您还要给他们恩赏啊 山西以后三年内的税收 就让乔家打得通票号 在山西替我和皇上收税 直接送到行在 太后 太后盛名 奴才这叫去传 太后 奴才还有一件事 忘了给太后回了 说 明天太后和皇上起嫁息性 那个乔治庸 恐怕赶不过来送您了 他那个方滩之症可要犯了 银子给我对过来就行了 乔治庸来不来的 我也不在意 你去告诉乔治庸 别以为我不知道 他最后给我吃的是野菜团子 我吃过苦 别让他以为整了我 我不知道 他就自个儿回去偷着乐去了 太后盛名 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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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全都走了 冬家 大喜呀 咋了 冬家 老百姓 有什么事 宣传 您也要 会通天下的日子 可这真的要来了 东家 潘威延 恭喜你啊 恭喜东家 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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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祖 乔家的仙人呐 大哥 大嫂爱 你们睁开眼吧 咱们镜上岂碑人 会通天下的梦 就要实现了 实现了 我现在 我 我现在就得跟他们说去 东家 我现在忍着去 我现在就跟他们说 我现在就跟他们说 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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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跟他们说去 你们这件事 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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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冷了 冷冷冷冷 冷冷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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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冬家不见了 人不见了 去哪里了 不知道啊 高睿 冬家不见了 二爷不见了 怎么就不见了 我已经叫人去找了 不是这是 叫人去找了是吧 找到冬家了吗 找到了 冬家叫人拉着车 挨家挨户 送过年的肉和白面去了 好 大家那就再等一会儿 冬家要是不把全都送到的话 他是不会回来的 大家坐会儿啊 来 喝点水 来 坐坐坐 大家坐啊 喝水喝水 坐坐坐坐啊 大家喝水啊 冬家回来了 冬家回来了 冬家 冬家 各路分号的掌柜 人都到齐了 就等你开宴了 来 您坐 您坐 潘大掌柜 你不是说 有个什么高兴的事 要跟冬家说吗 冬家 今年又到了 我们大德通 四年一个账期的日子 今天上午 我和高掌柜 把账都算完了 这一次 我们大德通每股的红利 可真叫是撑破了天哪 有多少 一万七千三百二十四两 这么多啊 是啊 一股就是一万七千多两 那你们统共卖了多少 赚了多少银子 这些年 那年就是一年不如一年 洋人入侵 商号倒闭 走在大街上 你都能看到 那铺子是一家一家的关章 你们怎么挣这么多银子 冬家 您还记得 庚死国变那年 咱们接了太后皇上那次嫁吗 打那以后 各地官府 是年年都找咱们往京城里面 汇兑大量的官银 朝廷为了应付洋人 有时候银子不凑手 也跟咱们借 最后干脆就把 英国人做大总管的海关税 都交给了咱们 咱们大德通 当然是越做越大了 还有那些皇亲国戚 他们认为咱们有太后做靠山 把所有银钱生意都给咱们做了 这银子想不赚都难 经你们手 汇给朝廷的银子 那最后都去了哪儿了呢 你们觉得这么好的生意 还能再做几年呢 冬家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做的 那叫什么生意 你们做的那是 帮朝廷 把银子从各省借送 然后给倭寇 赔甲武战争的赔款的生意 你们做的那是 朝廷答应庚子国变 赔给八国联军四亿五千万两元 你们做的那是 帮外国人把咱们大清国的银子 都拿走的生意 这样下去 要不了几年 国库的银子就空了 就用不着洋人大举进宫了 大清国就完了 大清国都完了 咱还开什么票号啊 咱还做什么生意啊 咱们还活个什么劲呢 冬家 我一辈子都想着 会通天下 会通天下 现在会通天下 做的是这个 这银子 我转它干什么呢 冬家 今天您怎么这样啊 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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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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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是警察啊 二叔 坐下 坐 坐下说会儿 现在 从日本国回来了 我 我去年辞乐观去西洋读书 上个月 突然在德意之国接到电报 说朝廷有新的人命 我就急忙赶回来 到了京城我才知道 胡元普大人去世了 这事我知道了 胡大人虽然死了 他的话还是有分量的 就这样他在朝廷里 为我谋到了 德意之国公使的官职 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二叔 京太今天来 是想请二叔出面 做一件大事 大事二叔做不了了 二叔老了 这辈子该做的事 早就做完了 难道您没听说 前几年 山西巡抚胡聘之 竟然让几个英国人 花钱买走了我们 大清国的矿山 大肆开载中国的资源吗 有这样的事 这洋人拿走了我们大清国 那么多好玩意儿 现在连矿山都要拿走 我就是不愿意看到 大清国的山河和资源 都落到洋人手里去 才想号召山西 所有能拿出银子来的晋商 大家一起也抽搐一笔银子 把我们大清国的矿山资源 从英国人手中再买回来 留给子孙后代 这是个好事 是个大事 可是 你说吧 你想让你二叔做什么 我们是想请二叔出面 帮我们号召山西 所有能拿出银子来的晋商 大家一起伸出援手 到今天为止 已经有四十六家商家响应 捐出的银子 已有三百多万两了 还差多少 还却挺大的数呢 这儿有两张银票 你先拿去用 要是不够了 你再回来跟我这儿拿 这是咱们大清国的大事 这个忙一定要帮 知道吗 好 快去 等会儿等会儿 二叔 这是好东西 五道十天 一定让二叔听到 买回矿山的好消息 快去快去快去 这儿 卖报了卖报了 关系大人雷走互放 谢谢 谢谢 卖报了卖报了 关系大人雷走互放 谢谢 谢谢 这是谁呀 这是小树吧 小树 来 爷爷亲一下 坐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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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 爷爷这儿有什么 豆 来 来 吃 好 来 吃 爷爷给你包 爷爷呀 最喜欢吃豆了 小树也喜欢吃豆 小树吃完豆 咱们一块儿给小树爷爷上坟去 好不好 走 来 走 爷爷 您又别去了 今天天气凉 那你咱们哪天天暖和了再去好不好 胡说 咱们都到这儿了 能不能到长山的坟头去看看吗 前几日啊 下大雨 我就一直惦记着要去大奶奶和长山的坟头看看 别让雨水灌进去 也塌了窟窿了 爷爷 我说甭去就甭去了 现在外边兵荒马乱的 兵荒马乱的 又打仗了 没有没有 这几年 天下太平 风调雨顺 真的没有什么 胡说 你又骗我 我没骗你 爷爷真没骗你 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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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没有 那是人呀 那是灾民呢 爷爷 你看翻眼了吗 这都闹饥荒了 你还不赶紧回去 枝大锅 磊大灶 主舟震气 灾民进泥 你跟这干嘛呢你 爷爷 我 我 周空都盖好了 就在村西头呢 你以为你让我当了家伙 什么都不懂呢 真的 你要不信 我带你去看看 不去 我这辈子见过的灾民太多了 先锋五年我见过 光绪二十六年我又见过 我干嘛见那么多灾民呢 不见了 小叔 走 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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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脚底下 流水 好 在这里 还有 多少银子呢 一千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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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一千多万两 很 又是一个印籽 亨积 不看了 不看了 头晕 那咱这银子快顶上国库的银两了是吗 那还不算上铺子 和铺子里的货物呢 这缺个银子 放在这儿动也不动 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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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改人的东西 没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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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用 没用的东西 推 行乱的头子 你还要不要命了 走 走 不要脸的东西 不要脸的东西 呸 拿一点 拿一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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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 变成一阵风 刮来刮去 刮来刮去 直接就刮到咱们院子里了 怪了 院子还是这个院子 房子也还是这个房子 那窗户呢也都在 人我都不认识了 那说的话我都听不明白 穿着衣裳我也没见过 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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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着 你这辈子过得 咋样 值吗 你就干了几件正事 乖了 增了点 银子 盖了个大院子 我 我还得感谢你 我恨你 我恨你 我讨厌你 你把我毁了 你把我的一辈子都毁了 你知不知道 我有才学 我有智慧 我有勇气 我有热情 我要是能按照我自己的路走 我何尝不是一个李白 杜甫 白居易 王维 现在呢 一个老地主 一个老地主坐在这个大院子里 一个老地主 一个老财主 这不是我想要的 不是我想要的 我守着这个大院子有什么意思呢 我守着那么多的银子 有什么意思呢 你把我的一生都毁了 你还救国 还救民 你连你自己都救不了 我一想起来 我一想起来 一辈子都毁了 一去不复返了 我就觉得好像有一个 离个厉鬼的手 他掐住我的脖子 不松开 离得你喘不过气了 过去 什么他娘的过去 我也没有什么他娘的过去 我的过去都他娘的葬送在 一大堆莫名其妙 乱七八糟的琐事上了 热情 我的勇气 白白地浪费了 就像是一道阳光 落进深渊里 今年八十九岁 要是你能活到一百岁的话 还有十一年的时间 怎么熬啊 要是琴太在的话 你还有个说话的人 真想着 有一天早晨醒来 发现这过去的一切 都不过是一场梦 都烟消云散了 一种崭新的生活 一种新的生活 开始了 又是非你 一种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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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旅行 一种旅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喝水吗 好了 玩去吧 嗯 玩去吧 嗯 冒财啊 冒财 听说你可死他乡 连了送香火的人都没 也没留下个后 怪可怜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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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着饭吧 你着什么急啊 摔着了吧 嗯 二奶奶不行啊 快来人哪 二奶奶不行啊 快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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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奶奶不行了 快来人哪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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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